我觉得您这辈子特别委屈 真是委屈 我真觉得就是听你这个 我都觉得特心酸 要不就算了 你看下面好多这个阿姨 好像对叔叔都挺有兴趣的 您要不就放手吧 好吗 阿姨你好像还舍不得是吧 因为这么多年了 过了吧 你说她是老师 还本分 对 在咱最难的时候 咱瘫痪不能动的时候 连年被子咱到处医院去看 还整孩子 反正还想到这一点呢 您看看 您刚刚说的时候 你都没说这些 我一说有别的这阿姨们 您就着急了是吧 把这些好又想起来了 平时您跟叔叔交流 是不是也老抱怨他 老指责他说 我这辈子跟了你 我算是倒了霉了 是 没想过一天福 对 你说的全是这句话 是 您有没有试着刚刚 就是这一段话 你说哎呀 我瘫痪的时候 你看你竟照顾我了 哎呦我这心里啊 特别温暖 你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吗 没有 叔叔他没跟你说过这话 刚刚你是第一次听到是吧 对 你什么感觉 终于他能理解我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但是他的委屈 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因为啥 我的忙 单位的工作 这站的时间太大了 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说呢 照顾家 照顾孩子 家里其实基本都是女性在带孩子 或者有外婆奶奶在带孩子 男人们全都在工厂里 而且那个时候如果您是先进工作者 那您基本上就扎根在厂里了 扎一点都顾不上 对根本顾不上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生在咱们在那个年代 都是这么过来的 阿姨 我相信如果要抱怨 所有的跟您一样的都在抱怨 但是我似乎觉得在您这种抱怨里 也有一种幸福 甜蜜和踏实 好 谢谢周庆老师 谢谢 谢谢 来 齐总 其实听阿姨说这么多呀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 您心里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 看看您把您老公打扮的 四十年还这么玉树云风 哎 英俊潇洒 每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贤惠不容易的老婆 你说对不对 对 但是外人更多的是被他的光环光芒所蒙蔽 根本就看不到您的价值 您听到的都是对他的赞 先进工作者乐于助人 一心扑在事业上 而且很本分 对不对 但是忽略了您在背后的支持 甚至于受到的委屈 没有人倾诉 因为没有倾听者 或者说但凡你跟别人说 人都会觉得 哎呀 你知足吧 你可幸福了 你看你老公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但谁知道家里人的苦 老公有没有更多的关注到这些呢 家里头就没有说对错 只有说你多担担点 他就能轻松点 他在外面多忙点 其实您也是高兴的 对不对 那个先进工作者 那这五个字说起来您多自豪啊 是不是 谢谢来 战大老师 叔叔阿姨好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格说 给您们说一些什么东西啊 我只是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悟 其实首先 我是想要向二位致敬的 因为你二位的婚姻 虽然说在阿姨看起来 那么苦涩 那么苦 我跟了你这辈子真委屈 但是在我们年轻人看来觉得 这就叫爱情 这就叫婚姻 不管再苦再难 我对你不离不弃 所以我感觉就想要受到 你不拎散炸 所以我们又拎散炸 只能再给你们手 那么大辈子 你看起来 对不对 在这个世界上 最珍贵的就是 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你说呢 那些半徒而废的人 都不值得珍惜 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是最珍贵的 你说是吧 其实 你也挺划算的 年轻的时候 叔叔怎么说 也是高颜值吧 对不对 当那个女人 在上面看着你的老公 在下面也看着 你的老公的时候 你内心 特别生气 不不不 人家在看你的老公 而你的老公不为所动 你享受了他一辈子 对你的忠诚和本分 你难道不骄傲吗 你说呢 这个没 没有啊 你没有体会到这种幸福啊 我就觉得 那很简单 那我就可以给你看看案例 一些长得还算不错 老了还玉树临风的 到最后抛弃弃子的 我想给你看看这些案例 你就会觉得幸福了 你说呢 当然了 忠诚是婚姻当中 本来就应该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你也不容易 但是在那个时代 有些事情就是那样 我们的生活当中 太缺少叔叔这样的人了 现在有些人太自私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不帮衬别人 但其实 在他那些所谓 不顾及你 而顾及别人的 这些事情的背后 你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在夫妻之间 没有谁说 一个高尚一个卑鄙 他高尚 那一定有高尚的女 作为之称 我相信这些年来 你们在周灵四时 和朋友们的眼中 不光他是一个好男人 大家肯定也评价 你是一个好女人 所以就没什么好抱怨 既然踏踏实实 这么一路走来了 头发一根一根变白 我们就踏踏实实 走到最后嘛 好吗 好 好 祝你们晚年幸福 谢谢 挺好啊 挺温暖的一起节目 就录他们节目 你觉得内心是挺暖的 尤其是你那腰板 绷得那么直 做人做得踏实 不怕别人戳你的后鸡当虎 对吧 这就是一辈子这么走来 那会儿也很厉害的 先进工作就好 朝头标兵啊 对吧 对 是吧 所以您能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费员 对 您能否认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コン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能够更好的工作 我向您表示感谢 今后咱们的日子 我就想安安稳稳 平平安安 简简单单的过程 通过刚才一些老师们说 我也想着 在我最难的时候 你背着我 这儿那儿看病 还管孩子 我现在行到了 为了今后 咱俩这么大岁数 也不容易过这么多年 还跟你就这么 吃个孤独过去吧 来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来了解一下 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发现这个泪水是幸福的一种最高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相信阿姨的这个眼泪当中一定还是有委屈 但是更多她能体会到的是幸福 谢谢她们的到来 让我明白了很多生活的朴素真理 我也希望通过今天四位老师 以一个新时代的眼光回望的一种方式 让大妈明白 其实她已经是这个世界上很幸福的女人了